花蓮市农会配合农委会农粮署推广国产茶油 把各种茶油结合在地食材 邀请到民厨道场料理 在市农会花商超市由厨师现场料理教学 向民众来分享茶油的好处 也借由厨师示范把茶油融入料理 让大家对于茶油有更进一步的运用 也把苦茶油融入到健康料理当中 花蓮市农会配合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推广国产茶油 把各种茶油结合在地食材 现场料理教学 向民众分享茶油的好处 也借由厨师示范把茶油融入料理 让大家对茶油有更进一步的运用 也把苦茶油融入健康料理当中 因为茶油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油品 不只我们做料理来用 甚至我们平常连生食生喝茶油 对我们身体状况都是好的 因为它其实还有很多的美感 尤其我们花蓮 在地的农特产也包括茶油 因为在玉里地区我们也有很多农民 它其实已经种了很多油茶树 然后提炼了茶油 可以提供给我们大众消费者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油品来使用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几位的大厨 跟我们农会家政班的班员 妈妈们一起上场 把茶油的运用在我们的很多道料理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现场这些学习的妈妈们 能够回家 多了很多的变化花样 提供了很多的营养健康的这些饮食 可以给我们的家人照顾我们家人的健康 这次活动邀请到多位知名餐厅的料理长 到现场指导家政班员们 运用在地的有机米 有机蔬果 还有农特产品 马告 红礼等食材 跟苦茶油结合 做了七道示范料理 让家政班妈妈们不仅吸收心知 认识油品 还学到多样茶油创意料理 可以回家发挥所学 好好照顾家人健康 而家政班的妈妈们直说 这个课程真的是太值得了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